第三届汉语桥大赛 加油 西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第三届汉语桥大赛即将开始 你好,我叫马泰瑞,我来自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公主学院 In order to share the talents, in 2017, 2018, and 2019, we hosted the inaugural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Bridge Program at WKU 第九世纪,中国发明了质疑 我还在每一届学生 我教育四个人爸爸妈妈的跟着我 月光,窗外的雪,高飞的白露 我觉得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就是会有很多误解发生 Over the last nine years, we have laid out a progressive plan to grow our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state of Kentucky 学习语言本身呢,还不够 汉语桥的这个活动的激励下,了解他们的历史,这都是非常重要 最像我在书中说的那样,每一个民间故事也好,每一个成语也好 它就像一扇窗 在书中说的那样,每一个民间故事也好,每一个民间故事也好 我做评委呢,已经是三次了 我做评委呢,已经是三次了 一般呢,选出前三名 有的时候是很纠结的事情,知道吧 因为每一个同学表现得都非常好 每一个同学背后的家长,老师,对他们都有很大的期待 所以评分呢,要做到比较公平 文字啊,语法啊,这个流利度啊 是,可以 参与桥就算一座桥梁 沟通中国和美国 今天来参加比赛的选手 不仅展示了自己的中文能力 他们更通过观看获奖选手的比赛 取长途团 它們的教練,它們的教練, 它們的教練, 所以我只想說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你促塌前,我似等待了前面 喜夜繁星仍天天 娘子,我們一起走吧 謝謝大家